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让猫猫果实重来在海中中 必然具有地位的一大 若薄型的动物鲜莫果实 从这一点来说 对于猫猫果实的古代种剑尸虎 至少在果实能力的层面 福祖国势必就会给我们带来 甚至超过入击的猫和动物战斗表现 那么这么强大的隐藏在害对手 胜皮又是否可以应对呢 当然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 从战力 经验 智商等等的层面 胜皮才是在目前的藏不坦四大主力之中 但东西从而在内 最让我们放心的那个成员 而以胜皮的级别来说 虽然它对方剑有些过分 但起码胜皮却可以挑战13亿的奎因 而有一起的是 在这条飞着包的逆波动画中 福祖国企图说起 要取得有灾害也正好就是奎因 而各有一次的地方也就是 身为一条鱼 五天这次为胜皮安排的对手 应该恰好就是一头大猫 这似乎就已经是在暗示 尽管在战力和实力的层面 实名非常稳健 但这场战斗对它来说也就会容易 要知道它面对的 可不只是一头大猫福祖胡 而是以剑齿虎福祖胡为首的一群大猫 最真是一条肥鱼被送进了猫屋 从某种前面来说 这场战斗 最终就是圣平将会草莫棚的第一场战斗 因为这个特殊剑 五天肯定有会为圣平特地提高战斗的难度 来增加这场大战的效果 也十分展现出圣平的战斗实力和人物魅力 因此新增这场 在隐性的灾害最强复 剑齿虎福祖胡的大战 已经开始显现出对圣平的不利 但相信我们的新多手圣平 也一定可以渡过难关 在这次猫屋大战之中 又草莫团在鬼岛拿下第一场 对百岁海子团高线干部的大胜利 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东真提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